希腊街头成了河道 公报丹尼尔强袭希腊中部 遇到猛炸引爆洪水带来灾情 水来得太快太急 许多车子根本来不及往高处移 硬生生被洪水冲入大海 希腊国家气象局表示 雅典的年降雨量大约40公分 但过去两天累积雨量就达到75.4公分 创下2006年以来最高纪录 而且这场雨可能持续到下周四 希腊政府针对灾区发布最尾等级的红色警报 呼吁民众尽可能呆在室内 只是气候变迁带来的威胁 已经让各国政府越来越头痛 서울과 인천에서는 밤사이 최저 기온이 25度 아래로 떨어지지 않는 이례적인9월 열대야 현상도 나타났습니다 亚洲的南韩也有极端天气 首尔在今年8月写下2018年以来 最高的27.7度均温 白天体感温度甚至在33度以上 就连夜晚气温也维持在25度以上 即将入秋天气还是这么热 南韩在8月份也写下最高用电量 接连的热浪和暴雨 让南韩的电费 燃料费以及食品 价格高涨 民众苦喊 根本吃不消 TVBS新闻最后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